大家好我是Hunbong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B.A.D.4壞傢伙這一季的大亂鬥 先說一下我目前的話這個爬分隊伍是都有塞BTS餅乾 但是這是目前初步的爬分隊伍 因為未來可能比方說隊伍會變得比較固定 到時候應該就不會塞那麼多BTS餅乾了先跟各位講 目前場上這些BTS餅乾你可以直接把它換成多一個前排之類的 也是會有些奇效 比方說特定的隊伍你可能塞那個巧克力脆片之類的 你就不一定要塞BTS餅乾 這邊還是要再三說明 那這邊快速來看一下隊伍的部分 隊伍的話目前這三隊 認真講 他的話就是要帶我們的秘笈 然後勳章跟羽毛 因為這一次的話是會有毒物的效果嘛 就是如果你不是B.A.D.4的餅乾你會一直慢慢受到中毒 所以其實這種勳章的這個寶物的效果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平常如果是還沒有在無敵的情況下隊伍趴掉的話全隊會回血嘛 如果在無敵的情況下你有BTS餅乾的話也會幫忙回血 所以這一點其實算是蠻重要的 時間到的話是用場上體力最多的那一方來判定獲勝 所以這邊要特別說明 首先我們第一隊的部分這邊快速來看一下配料 查爾斯的話是完全抗的 因為這邊沒有額外的能力效果嘛 狼人餅乾的話也是完全抗 重點我的狼人餅乾目前的話我的這個魔法糖也是值得等級10的 其實他這邊等級10基本上就夠了啦 重點的話就是要提升敵方的負傷嘛 負傷搭配了濃縮咖啡他的負傷累積的話 這邊還有跟你講說 一般的負傷 最高上限是25% 如果狼人有致命傷口的話 負傷的上限會提升至40% 這邊是提升整個敵方的負傷狀態 這樣子的話就是透過濃縮咖啡然後來提升 再來墨魚餅乾算是來收割 那墨縮咖啡的話這邊的話就是完全攻擊 墨魚餅乾的話我這邊是玩三攻二暴 BTS餅乾的話就是完全冷卻 那我濃縮咖啡目前的話我魔法糖是有30等啦 但一般的情況下各位玩家就是以10等為基礎 再來我們的墨魚餅乾也是一樣 魔法糖的話是以10等為基礎這邊會比較重要喔 OK好這是第一隊的部分 然後在第二隊的部分的話這個是我們野眉的單坦隊伍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野眉 還有執政官 閃電泡芙 吸血鬼 然後再加一個BTS餅乾 但是要特別講一下 不一定要有BTS餅乾 你可以放可能 比方說 像我在爬分的過程中也有人可能會放個雪糯鯊魚 然後再來 也有可能 會有人 放什麼 巧克力脆片 就是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不一定你要塞BTS餅乾 就看玩家們你自己的選擇 其實還是可以用其他的前排角色來做代替 接著來看一下配料的部分 野眉餅乾的話這邊是完全抗 職刃官的話我這邊也是完全抗的 重點我不是玩攻擊 我這邊是完全抗的 閃電泡芙餅乾這邊是完全冷卻 蟹鬼餅乾的話是完全攻擊 BTS餅乾的話這邊是完全冷卻 先講一下 我們這邊其實重點的話是閃電泡芙不會標記敵方 標記敵方大部分的人都會受到中毒的效果 職刃官有全抗撐著 有野眉的範圍傷害 這樣子其實可以 很容易把敵方復活逼出來 因為閃電泡芙的疊層加範圍傷其實蠻重要的 蟹鬼餅乾的話就算是一個收割的部分 接著這邊重點 蟹鬼餅乾的魔法糖 建議的話一樣是要加10以上 那你這樣才會有觸發復活的效果 雖然我的魔法糖等級都比較高了啦 但一般的玩家其實你就拼到加10左右其實也可以 接著第三隊 第三隊的話就是比較經典的這個算是什麼 紫星薯加費奶雪雙坦的魚子匠 搭配黑燈珠 這個隊伍是我在爬奔的過程中一直很常看到的 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這邊的話就是一樣 剛剛有講 我們的話其實就是帶秘籍 然後再帶勳章跟羽毛 接著來看一下配料的部分 紫星薯的話這邊是玩全抗的 那玩家們如果你是選擇玩所謂的4抗一人的話 這樣子是可以拼開場3秒放招 但是我不建議你這麼做 因為我們目前是沒有其他額外的那個 配料的能力效果 這樣子的話是25.5抗 那如果這樣子只有 16.4抗 其實差了9抗 我個人是覺得你還是玩全抗吧 雖然我中間有試過這樣子開場3秒 但那個是因為我面對的敵方他的星數並沒有到那麼高 如果你到可能爬的比較高一點 別人可能也都是5星的這種就是超越5星 那我建議你還是乖乖玩全抗吧 然後接著費能雪餅乾的話是完全冷卻 那全抗我個人真的是不太建議 因為我覺得冷卻的那個 趴數有點太低了 就放糟的頻率有點過慢 所以建議一般情況下還是完全冷卻 然後接著我們的魚子匠 這邊是玩那個全攻擊 黑燈珠的話一般的情況下是可以完全冷卻 我自己是完全暴擊 就拚拚看 因為我黑燈珠其實星數不太高 接著我們BTS餅乾這邊 中古的話這邊是完全冷卻 就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目前整個爬翻的隊伍 初步的給各位玩家當作分享 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實戰影片吧 冷卻的 不可好 不可好 好, 要不打呀? 咳咳 一招 一招 啊 他都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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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黑啊 不到 Sens者 那贴你呢 她都黑啊 啊 最大眼睛 不是想見 好可爱 1 2 1 1 1 這就是我的話 BAD破壞的大亂鬥 這一季的初步打仿影片就要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之後有些新的想法會再做更新 歡迎使用實驗軸選舉相關隊伍的配置 我是瘟蹦 下部影片見 掰掰